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很开心和您一起踏入新年2022年 也祝您的新年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为12到15岁的青少年 以及5到11岁免疫力较低的儿童 接种辉瑞新冠疫苗的第三针加强剂 那同时呢缩短接种的时间 由第二针后的6个月减为5个月后就可以打 FDA就表示根据以色列针对的6300名的青少年 打第二针5个月后接种加强剂的数据 没有发现严重的安全问题 多个实验室的研究数据也显示 接种加强剂能够大大的提高抗体的反应 抵御Omicron的新冠变种病毒 纽约联邦的地方法院 明天就将就英国的安德鲁王子 性侵未成年少女的民事诉讼开庭 那在聆讯的前夕 法院公开了现年38岁的美国女子朱弗雷 和已故的美国富豪艾坡斯坦 于2009年秘密签订的和解协议内容 显示朱弗雷收取了50万美元 同意不会在美国向艾坡斯坦 还有其他有关的人和实体公司 采取法律行动包括所长 那永远的免除了涉性侵爱人的法律责任 那这份文件呢将成为安德鲁王子被控性侵案的政务之一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新冠疫苗研究中心的主任马克斯说 虽然有疫苗研发公司正在努力的研制针对Omicron的特效疫苗 但随着时间的推信 Omicron是否会一直作为新冠疫苗的主流病毒株还是未知数 如果各间的药厂现在有作为第三针加强剂的疫苗 那对Omicron有抑制的效用就不需要专门的研制 针对这种变种病毒的疫苗 美国国防部网奥斯汀昨天证实确诊了新冠肺炎 但症状轻微 之后五天都会在家里隔离并且参加视讯会议 奥斯汀已经在十月初接种了两剂疫苗 并在声明中表示 他最后一次会见总统拜登是在12月21号 是在他出现症状前的一星期 奥斯汀说他在家休假时出现的症状 昨天早上进行了检测 最后一次在五角大楼办公室上周四 美国的新变种病毒Omicron的病例数字 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 包括一些主要城市在内 数以千计的学校推迟原定于本周开始的新年返校计划 而改用远程教学 新泽七周最近几周之内病例数最高的周份 大多数市区都实施了远程课程 已开始新的一年 学校的停课让托儿服务突产功不应求 那根据路透社的统计 新病例的数字在过去的七天之内倍增 达到了平均一天41万8000宗 由于新变种病毒Omicron的传播速度惊人 纽约州长霍尔周一的时候表示 目前有9000多名的纽约市民 因为新冠病毒住院超过了去年1月高峰期的最高水平 根据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数据显示 目前有超过10万名的新冠患者住院 比两个月前的数字增加了130% 在这些患者当中超过17% 约18000人入住了深切治疗病房 那继昨天推特永久的封锁了众议员格林的账号之后 脸书今天也以散播有关新冠病毒错误讯息 而将格林的账号暂停了24小时 脸书就指出 乔治亚州共和党人格林在其账号中发布的 非常多的新冠疫苗死亡人数的讯息是错误的 还说对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受到了质疑 包括检测戴口罩还有疫苗相关的规定 来看一下湾区本地方面 曾经称可以滴血验癌的Terrano公司前行政总裁 西谷的陨落之星霍姆斯的审判进入了卫生 美国地区的法官达威拉将巴南四女陪审团传唤回审判霍姆斯案的法庭 敦促他们重新审视立场 同时遵守他们的指示 要求只有在确信无疑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有罪的判决 陪审团已经进行超过40小时的审议 就霍姆斯面临的八项指控达成了一致 但是依然有三项罪名没有能够定案并陷入了僵局 十一项指控当中有九项是欺诈的指控 两项是围绕2010年到2015年期间的欺诈阴谋 霍姆斯曾经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他曾经称其可以成功的研发一滴血检测的技术 让其成为了名人后来发现市场骗局欺骗了投资者还有消费者 来看一下财经方面 美国今天航班延误和取消问题依然继续 但是并没有影响投资者的情绪 根据航班追踪的网站显示 截至到周日的中午超过2200班进出美国 及在美国境内的航班取消 3600多次的延误报告对昨天有超过2700万美国航机的取消 那然而航空公司的股价在早盘的交易当中依然走高 各大航空公司升幅为2%到4%不等 苹果公司今天的股价高见182.88元 成为全球首家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其市值在4年间急增了3倍 苹果股价最新爆182.5美元 升2.78% 那苹果的股价近年急升 主要反映投资者看好公司股票 还有其增长能力 市场除了预期Apple的iPhone手机会继续在全球热卖 也看好旗下包括Apple TV 还有Apple Music等服务收入将会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 同时对公司在元宇宙还有外界盛传的电动车等潜在的业务发展上充满了信心 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 共同的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 强调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必须防止核武器进一步的扩散 并重申将不得将核武器瞄准彼此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国家 将继续寻找双边和多边的外交方式 避免军事对抗 增强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 并且防止一场毫无避意的危及各方的军备竞赛 日前南非的国会大楼建筑群发生的大火被救息之后 星期一又死灰复燃 再度起火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当局增派了消防员还有设备到场 超过30名的消防员参与灌救 警方早前拘捕了一名49岁的男子 起诉他纵火还有盗窃等罪名 星期二提堂警方相信 嫌犯经由一个办公室的窗口进入了国会大楼 国会议长表示 如果证实大火是纵火造成 就是对南非民主的攻击 来看一下全球最长寿的人 来自日本的女性田中凯恩 刚刚庆祝了她119岁的大寿 她的曾孙女田中淳子 在推特上分享了一张田中生日的照片 送给她两瓶纪念可口可乐瓶的照片 标签上还印有她的名字还有年龄 田中经历了许多的历史事件 在两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当中 都幸存了下来 2019年世界吉尼斯记录呢 将她列为世界上最长寿的人 来看看台湾刚刚发生六级地震 时间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46分 镇央位于花莲县的政府东方56公里 位于台湾东部的海域 地震深度为19.4公里 全台各地都能感到地震 最后一起看看美国CES消费者电子展 在疫情的高峰期重新的开展 但是展览时长由4天缩减至了3天 那将于1月5号到7号举行 虽然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取消了参加展览 但是展览依然让人目不暇接 那最为瞩目的就是这只会和人类对话的小型机器人 为了迎接元旦呢 今天介绍两款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 可以将它当作礼物送给亲友送给自己 那第一款是按摩摇椅 只要669元 可以承载和限制体重330磅 还有6个按摩模式 针对身体的三个不同区域进行舒适的按摩 那第二款是高档的皮质按摩椅 只要2999元 独特的Altrek系统的真皮按摩椅 专门帮助您在一天的工作之后减压而设计 以上就是今天星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